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新都教神师婆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呢 开示的中心内容 是我们的政务圆满 我们的娱乐 包括我们的修行的练习 所有的这些呢 都应该是以意识为中心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大师讲 政务圆满就是Niana Pada 我们所有的知识 是以开悟为中心的知识 也就是宇宙的真理和法则 我们的修行训练呢 是Yuga Pada 它呢也是以意识为中心的 就是所有的尼西亚南达瑜伽的修行 包括克里亚瑜伽呀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类型的 在瑜伽这个范围内的 可以说是身体的练习或者修行 包括这个阿瑜费陀 西达还有奥舍达灵药呢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以意识为中心的 这个呢是Yuga Pada 然后呢包括娱乐 也要在这个意识为中心 娱乐呢在费陀文化呢 是Cherry Pada 就是所有的和寺庙 祭祭以及节日相关的这些 啊 庆典吧 所谓的这个娱乐活动呢 其实这些就是娱乐活动 可能大家对这个娱乐的啊 这个理解就是现代社会 我们是活在这个无意识的这个构造当中 我们的娱乐就是啊 物质的享受啊 或者是一些 电影行业啊电视啊 这些娱乐节目啊 包括出行旅游啊 就是消费这些 但事实上呢 在费陀文化是以意识为中心的娱乐呢 它呢是完全是和寺庙相关的 啊 这个娱乐呢 其实是真的也是娱乐了 不是像大家讲的 想的就只是祭祀活动 事实上它有很多的节日啊 有很多的歌舞啊 当然也会有食物啊 啊 等等的这些 啊 大师讲呢 这是人生的重点 就是所有这三项呢 都要以意识为中心 然后大师就在开始中 讲到他的成长 他是在印度的南部 泰米尔省的一个村庄呢 Tunamalai 这个圣城出生 长大的 这个圣城的这样的生态系统呢 就是完全的啊 是大师所讲的这个状态 就是所有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成长 生活的人 他们呢 就是以寺庙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 嗯 文化 然后呢 大的家族这样 大师讲呢 呃 像这样的一个 以寺庙为中心的一个小村庄 他呢 可能一年有三百天都有庆祝 就是都有一些活动 然后这些神像呢 可能一年三百天都要出来游行 呃 然后呢 所有的人都会 根据寺庙的这个日程呢 来安排自己的 作息啊 安排自己的 比如说每一天每一天这样的行 呃 这样的行动这样 然后呢 所有人都是 呃 人生的重点就是寺庙 不然你就是在寺庙里 呃 做一些 呃 这个植物 不然呢 就是你呢 带着全家老小呢 来参加寺庙的活动 这个呢 是真正一个开悟的文明 呃 是这样的 然后呢 不仅仅是我们和神明之间的关系呢 是我们人生健康 富足的基础呢 呃 包括啊 这个寺庙日程 其实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其实寺庙日程很满的 他从早可能 呃 Brahma Mahuta的时间 就是三四 四点钟可能就开门这样 然后到晚上可能九十点钟才关 然后这个中间呢 一直都有很多的活动呢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以寺庙为中心来过你的人生 呃 其实你是真的 你的人生就会非常的积极 就有很多的事情去做 而且是积极的 有意义的事情 呃 然后 就不会像 现代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就是你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卧室里 睡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没人管这样 是不可能的 呃 就你的作息要和神 神明一样 然后你的饮食呢 大师也在前两天的开示中讲了 就是一定不能吃没有供过神明的食物 呃 当然供奉神明必须是素食 最好是有机素食了 然后即便是不供奉神明呢 的素食呢 它也不能算真正的食物 就是在经文中记载呢 呃 供奉过神明的食物呢 才能够帮助你呃 增长你的力量和能力 没有供奉过神明的食物呢 它就是垃圾一样 它只能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和毒素 所以呢 这是寺庙为中心的人生呢 呃 它的非常非常多的灵性的背景了 当然是灵性背景就是对人人类啊最有意义的这样的 因为人就是灵性 它我们没有呃 实质上没有其他的属性这样 包括我们的身体和思维这些都是幻象了 呃 所以呢 灵性的提升就是人类 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唯一的提升方向了 灵性的人生就是我们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 不然的话就是在玛雅 在幻象中 所以寺庙为中心的人生呢 是尤其的重要 然后嗯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氛围当中呢 自然而然你的知识也是 开悟的知识 在意识基础上的知识 你的人生的生活方式呢 呃 就是包括你的修行 瑜伽啊等等这些 呃 或者是阿瑜沸陀这些文 这些方式呢 其实也都是你的呃 就修行方式 你的练习方式 包括尼达和三米亚马做流石 等等这些呢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当中 嗯 可以非常自然的呃 存在的 所以呢 大师讲的 所有这些呃 这样整个一个开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嘛 这样的一个文化 一个文明 其实就是大师在建设的凯拉萨 他呢 从各个呃 基础设施 各个层面 各个角度呢 都是在给我们这样 铸造一个这样最完美的家园啊 所以呢 你生活在这样一个文文化文明当中的自然而然就走向开悟的 然后包括这个大的家庭 大的家族 大师在讲呢 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当中呢 嗯 每一家人不是孤岛呢 包括每一个人也不是孤岛这样 啊 大师说一个孩子呢 他可能有十个姑姑 二十个叔叔 有十个奶奶这样 然后有有有二十个呃 呃 堂哥呀呃 十个呃表妹呀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不是必须和你有亲缘关系的 但是只要是在这个 邻里街头啊 可能嗯 街头校尾这些 呃 大家都是互相是这种关系 一个孩子从来都不是只是他父母的孩子 而是整个村庄的孩子 就有成年人看到这个孩子如果做错了什么 没有去打他 没有去教育他呢 反倒会被这个孩子的父母质问这个成年人说 你为什么看到不来管教他 这就是这个大的生态系统 他的呃 他的美 他的美好这样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近 而且是互相关爱 互相有责任感 互相一致性 那么高 然后大师讲呢 呃 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让他觉得非常的扎根 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呢 是不会有跟任何人有距离感 而且他绝对是正确的 呃 就是做事情绝对正确 因为他不可能犯错呢 就所有的呃 自己身边的人都在纠正自己 都在 就在这个大的互动的环境 也就是说你可能每天跟 特别特别多人接触 你什么人都能接触 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样 然后呢呃 出了问题总会有一股正的力量在提升你 总会有人在支持你 不会觉得自己落单了 或者没人管 就这个是一个大的家庭 呃 所以这样长大的孩子就是在一个完全的 圆满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这样啊 不会跟人有任何的隔阂 然后一直都是有一股提升的力量在爱着你 即便是一巴掌打在自己身上 也是爱的力量 所以大师说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他才长大呢 啊 啊那么啊 沉稳 那么的自信这样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家庭 组合性的家庭给他带来的这个财富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现在人生的孤岛的状况 每个家庭是自己为单位的 包括自己和自己亲属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很近 更别说亲属了 邻里之间都不不打交道 在当今社会 甚至是一个家里 啊 父母双方就是夫妻双方可能也都隔阂很远这样 包括和孩子 啊大师昨天在开示中也提到了这个 我们的信众 因为大师可以看到这个信众 啊然后呢 就在我们双路摄像的这个zoom里 然后他就讲这个孩子和父母 父母居然都没有跟自己的孩子握过手 他们三个人坐在沙发上在看开示呢 就像三个孤岛一样 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然流露的肢体的交流 大师说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圆满 啊大师说呢 就是包括他和他的母亲 现在也都还能非常亲密的交流 他说不管你在多大在废陀的家人呢 你都是孩子 我们这儿文字很多 我因为站在这个树林里这样 你都是孩子 不管你是什么年 不管你是什么年岁的 啊然后呢 自己的母亲能够用手 为自己的孩子吃饭 不管多大年纪 然后呢 都能孩子 不管多大年纪 都能躺在自己母亲的怀里睡觉这样 包括父亲也是这样的 啊 这才真正废陀的家庭 大师说包括他现在也可以这样 然后在他父亲离世之前 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亲密的 这就是真正的grounded 沉稳的人 才有这样的言行举止呢 所以这给我们现代人的很多家庭 一个启发了 最后呢 欢迎所有的同修都能够加入到 我们的十一开拉萨 电子国度 进入到我们这个最 最美 最充满关爱 最强大 最正确的这样的一个 人类的文明 的这样的一个 大家庭吧 然后呢 能够来真正的过上 人类应该有的 在地球上最好的人生 感谢大家 明天能登 我们下期待